《北戴天堂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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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黄章是我们中国这个社会里面 少有的草根創业很成功的初中毕业 教育程度并不高 而且从厨师做起 能做到这样的事业 我觉得挺小不起的 因为九月份 他用了很侮辱性的词 而且他也骂了我们用户 我觉得他有他的局限性 我们就顺着他的话 出了第一篇文章 叫黄章到底教了内军什么 九月份我们曾经试图回应过 后来他找我的朋友说情 然后把所有骂我的东西都删了 在我这个角度 我没办法评价黄章 你能理解吗 是吧 因为我比他年长 我比他做的时间长太多了 而且你们仔细想一想 我跟他过去交往 还是交往了几个月时间 聊过几次 我有跟他们交往了短信 邮件一系列的东西 我只想说一条 那都是他一家之业 互联网上你想 做手机的每个人都骂我 是吧 你看我们回应过哪一家 连妹子我们都忍了 我说我进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怎么一个人没骂过 难道骂人就是互联网营销吗 我不知道别人的道德标准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在行业里做了二十四五年 我没这么做过 曾经有很多我们的粉丝 不理解我们跟魅族人 恩怨的时候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 疾风之浸草 路要之马力 我说雷军的口碑不是这一天 就跟是黄章一个人出来的 多一个人 最近是不是有很多人 对他们在做的 还等着 那多个人 适合 给你 我再给你 我再给你